鴻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生计公司 推出家用PCRG 最近通过食药署的EUA紧急授权 而郭董也透过立委高宏安 提供给让有确诊疑虑的立委们来使用 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几天也采用过 检验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出炉 也可以验CT值 医生认为这家用的PCRG的胃养比例不会太高 比较担心的是胃阴性 而现在即将开放快筛视同确诊 不过现在多了这款家用的PCRG的话 对基层诊所来说 通报的行政流程可能会变得更复杂 蔡逸宇委员他也做了这个郭董口水机的测试 立委高嘉瑜确诊第二天在家隔离 周五曾坐在他旁边一起开记者会的蔡逸宇 自主监测 秀出核酸检测结果呈现阴性 而这两个立委使用的都是这台家庭用PCRG 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一关是要做什么事 打开试剂包跟着荧幕上的指示操作 先消毒 安装 把裁剪棒伸进鼻腔 完成裁剪 跟一般在做快筛一样 转出一下 喉咙咙的声音是G7在把简体加热 跟缓冲液混合后等一小时又八分钟 检测结果就出炉 这台家用PCR检测机 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投资的生计公司研发 已经通过食药署EUA 那在他们使用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跟我反馈说 这个CT值真的确得蛮准的 郭董把这台家用PCRG 放到立委高宏安的办公室 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用过 目前还在量产阶段 售价和贩售通路未定 先透过柯市长和立委们 抢先试用 亮亮相 至于准确度又是如何 它的伪扬性大概不会太高 比较担心是伪扬性的部分 如果用这样的机器创造一个新的伊令 那做快筛又是一个新的伊令 对我们来讲困扰会比较大 即将开放快筛阳市同确诊 现在要多了一种家用PCRG 基层诊所担心的是通报行政流程更复杂 未来家用PCRG上市之后 民众筛减多了一种选择 也替医院稍稍减轻 筛减量能负担 记者 林洁洁 吴翔三 正下许中明天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